今天要來提升到平安地区 登記教學的交通學部 工藝館政府協助在大部相公所 用衛星福利部 來進出補助各地的重型的巴士一台 這是一台提供到無種愛 學部的登教德功臨富康巴士 在中秋節的期間是進行的英文 也讓平衡的民眾要來多次和酒意的時刻 可以更加方便 台山山是大部對外交通為宜得罷 民眾進出只能夠割公車或自己塞車 公車的辦事比較少 限定的時間很長 需要鑽車貴眼鏡 對著無醫療精神進出的大部來說 外出酒意就親身實在等到入行 我們大埔鄉常照服務 我們的交通車 富康巴士正式啟用 裡面很好吃 還有所謂的升降 還有倫理的固定位置 大家知道 實際上在這種偏鄉 有時候要進去到家裡 不管是就醫也好 或是相關的活動 要去外面遊覽也好 那確實有一台富康巴士 那基本上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很多老人家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交通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當然有更好的交通工具 或是更貼心的 可以服務 現在身障者或是老人的交通工具 我想這是地方上大家都關心的 所以今天這台長照的 這個富康巴士的交通服務車 啟用以後 我想對大埔來講 會有多一個方便 那對老人家來講 也多了一項選擇 所以希望這台車子 能夠獲得大埔鄉親的滿意 能夠提供給大家最好的服務 大埔鄉舟有富康巴士 以前有館長張梁 還有大埔鄉中吳明鑫 頂郎主席去用儀式 館長張梁就表示 高通教主義是大埔 這次要解釋的問題 富康巴士可以一回萬職訴求 讓鄉南的中部有了更加 擔心的選擇 巴士的失筆是非常濕 還有固定論議的無意 一定可以提供大埔鄉親最好的服務 謝謝我們陳醫生大埔鄉 蔡宏博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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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每次若若若若要教育 就是要教育開 就是要教育精神 要教育繼續往前走 去年的12月19號 宣佈要促成家裡有科學園區 那今天來宣佈 整個科學園區 所挑訂的地點 跟未來的發展 科學園區啊 這一塊積木擺上去 等於整個龍宮大縣 架後能夠完成 我想9月5號 對嘉義來講 會是一個未來永遠 必須要記得的日子 在15年後 30年後 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 因為今天的宣佈 代表嘉義往龍宮大縣方向走 今天 條件已經有教育 我們 各天 由嘉義設斬 故宮南烈 也整個已經發展起來 我真的知道 這樣一大發展 會速度對落到賓的勝負 法總統的教育 要讓嘉義更好 我們嘉義要讓發展起來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裡選擇 嘉義科學園區 落腳在太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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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